郭孝彤发言尹正义 称呼民众为老百姓 网友怒了 觉得他自视甚高 郭孝彤发言 用老百姓尹正义 原来关心 大有来头啊 郭孝彤日前出席电影 新力量论坛活动 在发言时说 做电影一定要贴切 广大老百姓 要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电影 要接地气 反而这段发言主题 没啥问题 但是称呼民众为老百姓 意外的引发外界的不满 现场还有李晨 杨幂 安家贝贝 黄晓明 陆寒等大粉演员 郭孝彤是以大学生身份 分享演习心得 被问起年轻就称名 对日常生活的冥想是 他称 我觉得我的生活没怎么变 我很喜欢贴心生活 这对于演员来说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至少没有 不在天上 老百姓是不会喜欢的 大家都喜欢接地气的 发言结束 引诈批网友不满 与嘲讽 你是国家领导吗 还用老百姓 有网友认为 郭孝彤 说老百姓一死 不妥当 立场上是从上对下 有种自视甚高的感觉 还真把自己当是哪位格格呢 由于关晓彤姓关 很多人都知道 关是满族 香兰其 瓜尔家是 而关姑娘也确实是一位 有皇族血脉的演员 而且还是满族 可以说 他就是流落在娱乐圈的 皇族后裔了 所以很多人将他称为 遗失在娱乐圈的格格 另外 还就得说 关晓彤的家族子韵了 他的爷爷 叫关学曾 是北京秦书的创始人 丹琴大鼓的第二代传人 还担任过北京群家协会主席 跟老舍六小灵童 跟老舍六小灵童的爸爸六灵童 都有很深的交情 再就是 关晓彤的爸爸 管哨曾 那就更不得了了 继承了父亲的丹琴大鼓 在北京有着秦书态斗之称 传统文化 有着多大的地位 就不用再说了 这让关哨曾 在娱乐圈 有着很大的幻泉